大家好,我是H&N的Edison 今天我要出南下海 拍開箱片,第一次的開箱片 我之前也看到YangYang 久不久就買了一些不等的東西 拍開箱片,我就不能抵抗它 所以我今次買了一些實用的東西 給大家開箱看看 而我買的就是 一個mini projector 試完我們家裡有一幅大的白色牆 我就一直都很想試一下 不如買一個projector 打機、看電影都可以用到一幅牆 想一下也好像挺爽脾氣的 所以就試一下買一個mini projector 試試為玩 這個牌子就叫做Texas Sonic 其實我完全不知道它是什麼牌子 只不過去逛逛的時候 就看到它有一個demo 店舖的銷售品也設定挺好的 所以就試來買來玩一下 這個呢 我當時看其實畫質也不錯 你看到這裡 它是支援1080p HD 另外呢 它其實就有 看到大家下面有很多的 YouTube、Netflix、Google Play、Kone、Spotify等等 其實就是它可以下載不同的Apps 它亦都有支援藍牙 亦有支援Wi-Fi 其實它跟我說的時候 裡面內置是有一個speaker 不過老實說 我對一個projector的聲音的要求不是太大 但我知道它可以有一個Bluetooth 我連去其他Bluetooth的speaker 我相信可以滿意 我追逐向重的當然是畫質方面 不如事不宜遲 我們大家一起來開箱看看 好 現在先開箱 我第一次開箱片很緊張 有點難開 好 一開就看到一個說明書 簡單的說明書 這部就是那部projector miniprojector 你看看 真的蠻mini的 一個手掌 這麼大左右 靜靜方方 試試正正 拆來看看 好 鏡頭就在這裡 這邊就是play 開關 這個應該是再遙距 即是控制微距 接著一個HDMI 但這個HDMI 這個頭是mini的 然後散熱 後面有USB電 又有一個 headphone 位 就是這樣 下面可以插一個 腳架 就是這裡 也有送腳架 也很重要 因為 不太太要調整角度 還有呢 有一個remote control 很高的 好 下面有什麼東西 先看看 有很多東西 這個 火牛呢 噔噔 這個就是HDMI 但是 它就看到了 這個是mini頭 另一邊 是正常頭 沒有呢 這個就是插頭 就是這樣 我們就 事不宜遲 立即看看 它播放的影片 如何 現在大家都看到 就是頭影 我自己覺得 上算是清晰 亮度也足夠 大家也看到 其實有一些內置了的Apps 最主要就是 YouTube 和Netflix 其實這兩個都已經足夠了 如果不足夠的話 其實它也是可以 有這個 不知道什麼TV 它也可以讓你 下載不同的Apps 除了YouTube Netflix 還有Disley Plus 等等等等 另外它也可以 Wi-Fi 以及Bluetooth 我覺得 最重要的 其中一件 就是 它的 調校的角度 其實大家看到 它的位置 其實是 斜地打上 它的牆壁 但是 它這裡 是可以讓你 更改 它的角度 就是 可能 你看到 就算你打斜 射過去 你也可以調整 試試正正的 看它 不過 它有一點不好 就是 它只是 在這個界面 可以這樣做 下面的文字 如果你 用HDMI 或者 接下HDMI 即是打Switch 的話 就不可以 這樣調教 角度 即是 如果我現在 用一個打斜的角度 去打Switch 的話 它那個角度 都是會斜的 畫面 好 它也是支援到 AirPlay 不過 因為 我的部 是使用Android 其實玩不到 其實我可以 我可以下載一個 ePlay eShare 大家看到 右下角 那個就是eShare 可以直接 看到我的 螢幕 我們就聽一下 聲音是怎樣 現在聽到的 就是它本身 自己的 聲音 就是這樣的 不過 我覺得它 是比較慢一點 不過 我都明白 始終 它不是一部 即是Projecta 不是很快的 CPU 雖然 是比較慢 但是 Play Netflix YouTube 其實是正常的 另外 它也是 有一部 USB 插頭位 只要插了USB 你看到這裏 其實就可以 可以 讀到裡面的 檔案 譬如PDF PDF 檔案 又或者NP3 也可以 NP4 也可以 不過 這部機器開了之後 其實本身自己 也有一點風扇聲 但我覺得 還好 未算很大聲 很吵 如果你是 聽著 看著其他影片 其實應該不是太覺得 不過 有一個不好的 就是它 只可以 用英文搜尋 所以搜尋的時候 會比較花時間 雖然它有內置的語音搜尋功能 但是它沒有一個咪 所以收不到音 而且 耐久了 就像現在這樣 會彈Apps 好吧 那下次再見 拜拜